主席 我所了解林中瑶委员他所写的核四论 其实不是他个人的意见 是在河安监督委员会的内部 经过无数次会议的讨论 写下来之后呢 也经过表决之后的产物 那他们希望这个核四论能够得到重视 希望原能会用正式公文的程序 用一个正式专案的方式 针对核四论里面所说的诸多问题 一一检视 大概要做的就是列出目前核四所有的问题 然后呢 去找出针对这些问题所需要的工作项目 并且成立一个任务编组小组 把这些细项跟责任好好的做编组 做指派 成立一个独立的集合机制 然后在经过运作之后 才能够很切实的提出工作计划 跟核四真正应该要有的进度 而不是一天到晚被上级指示 要提前完工 要提前运转 所以 他们看到原能会对于这个要求 不予处理 也不愿意把这个核四论签给行政院跟总统府 最后他们辞职 对不对 为什么 那我现在看到 我现在看到林中阳教授他所所所所所讲 大概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 他认为 核四正进行试运转测试 虽无经验 且测试计划问乱 系统烧毁 延宕已两年 台电依然态度坚定摸索叙事 不认有误 台电是这样 所以呢 他很期待原能会 可是原能会呢 他说 政府误认 仅属工程问题 责令台电提计 自行改善即可 然后台电自认无误 被迫提计 提计划 此计自是 刑事应付 所以他认为 政府至今 其实就是原能会 至今 坐等台电提 刑事应付之际 所以你们还在等台电 自己提 他们的检讨计划 跟工作计划 所以林教授他认为 这不是办法 他不愿意背书 所以要辞职 是不是这样 我想这样子讲好了 就是说 这个 这个核四论里面 所提的一些核四 无论是过去的问题 或者是目前 面临的一些问题 我想大部分 都是事实 那我们也非常的重视 都很严重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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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刚刚 刚刚委员所念的 说我们放纵台电自己去处理 或者说政府 是 认为台电自己可以处理等等的 我想这个部分就不是事实 因为我想林中瑶委员 他可能对 那你现在怎么 对行政单位之间 处理这个事情的状况 不是那么了解 主委 他是你行政的一环 他是河岸监督委员会 是你工作程序的一环 报告委员他不是 不是原能会的这个程序的一环 他是行政院有一个非核家园 是 有一个核安监督委员会 对不对 他成立了两个监督委员会 所以 又高于你们 但是你们一定是业务幕僚机关 是 没错 对 他是属于院署的 然后你们是业务幕僚机关 现在这个院署的核能安全监督委员会 提出了他的监督报告 他希望你们签给院长 签给总统府 为什么不签 报告委员 因为这个委员会所提的意见 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还没签是不是 不是 签了没 你先回答我签了没再解释 他要求的是把核四论 直接签给行政院 跟总统府 当然要啊 没有 因为他是行政院所属组成的 院属的核安监督委员会 而这个核安监督委员会 你们是幕僚机构 核安监督委员会提出来的监督报告书 要求幕僚机构用公文程序签给行政院 你们不替他签啊 报告委员 因为他这个 这个体制问乱到这种地步啊 你们等于是架空这个核安监督委员会 而核安监督委员会是行政院成立监督核能安全 你们所属为幕僚机构 他的权责还高于你们 你幕僚机构竟然不肯签他的结论报告 开玩笑啊 你包庇台电到这种地步 你知道六月份的时候 六月份核安监督委员会就发现 我们的职责台电展大万为到什么地步呢 竟然把很多试运转测试程序书修改 自行修改没有签核 试运转程序书可以任由台电修改 而这个修改是没有经过签核程序的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原来会发现的 那我们跟核四安全监督委员会报告 那当然这里面牵涉到的就是 所以核安监督委员会看到这么多问题 他是行政院成立的机构 你们是他的幕僚机关 他的终结报告 你们不替他经公文程序去签程 为什么 我们的看法是说 我们的看法是说 以我们的职责来讲 你就是把他压下来啦 不是 以我们的职责来讲 你们的职责 你们的职责就是核安监督委员会的监督总结报告 你就是应该要签给院长啦 我们是经过核四论 核四论里面的内容啊 经过我们的一些专业的判断 你自己变造吗 而是我们列出来 列出来有四个结构性的缺失 原能会可以有原能会的报告 你们本于职权 原能会可以有原能会的报告 但是那个是属于原能会的监督报告 本席现在在谈的是核能安全监督委员会 这个国家的机制 国家在行政院成立核能安全监督委员会 他的报告出来了 你担任他的幕僚机关 你既然不替他签他的报告 你本来就应该要签他的报告 让这个报告跟你们原能会的报告 一起都往上签啊 连这个都要都要压 都要压下来 你包庇台电包庇核四到这种地步 然后台电难怪啊 难怪台电可以目无法计 把测试程序书随便任意修改 连签核都不签核 可以这样吗 你知道委员怎么讲吗 陈慧慈委员说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你们无能到这种地步 让台电做大到这种地步 可以把试运转程序书任意修改 我想不是原能会 纵容台电修改这个程序书 没有纵容为什么他敢这么目无法计 你不敢让他停工 台电在核四的事情上 是真的有很多缺失 所以核四的安全 现在整个社会没有信心 然后核能安全监督委员会的报告书出来 你们却不替他签上去 不予正事 然后变造之后 用你们原能会自己的方法 你原能会跟台电的关系这么密切 你原能会的核能研究所来本期告诉你 你核能研究所的结构 一千零二 一千零二 你的成员是一千零两个人 你有一千零两个人 结果呢 你里面只有 只有十四个人将来要移拨核安署 二十个人要移拨科技部 一千零二人当中 减掉这三十四个人 总共剩下多少 剩下九百六十几个人 你这九百六十几个人 全部是去经济部 那个意思是说 你整个核能研究所里面 绝大部分全部都是在搞核能产业发展 而属于核能安全监督研究的研究人员 充其量 严格的来说 只有十四个人 一千零二个人 只有十四个人 放宽标准 只有三十四个人 所以你整个核能研究所是这种体质的时候 你原能会所提出来的核能安全管制报告 跟核能安全监督委员会的管制报告相对之下 社会上宁愿相信核能监督安全委员会的报告 因为你们是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力在发展核能的 你们的研究能力 一千零二个人 只有三十四个人是搞管制的 其他全部在搞核能经济的 将来都要到经济部去 而核能安全监督委员会 是受行政院所托 其实是受人民所托 是行政院院级的监督安全委员会 好悲哀 好悲哀 一个院级的核能安全监督委员会 无数次会议所开出来的结论 核能安全检核报告 竟然连正式的公文帮他签都不肯 到现在还把他压着 这什么国家 主委这什么国家 你铁为核能监安全监督委员会的幕僚机构 胆大妄为 把行政院院级的核能安全监督委员会的结论报告 流中不发 我们还能用什么信心 你就这样也要口无言就好了吗 我不晓得要回答 委员有关核能安全监督委员会的部分 还是核能救所的部分 你都得回答 是的 你都不想回答 问题是你都不想回答 当然要啊 当然要 我只是说尊重委员讲完以后再回复 想要是 好 scheme 优优独他 来 好 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